四楼 金三平 三万块钱不讲价 关注鬼头 带你看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盘吉市兴隆台镇 一提起这个兴隆台镇呢 你们就会想起鬼哥有一个上海的哥们 卖掉了上海六十平的房子 手握五百多万 在这个兴隆台花五万多块钱 买个二楼再开示他的养老人生 现在就在我对面的那个小区 希望小区 看看这儿能不能找到一万或者一万 其他的房子 废话不多说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咱可以看这小区啊 大午非常非常宽 而且景色非常非常漂亮 找几个电话吧 我问一下这小区的房子多钱大概 这小区的房子才五万左右 顶楼还有两万的呢 两万的啊 你要干啥呀 买呀 买顶楼 我们的小区一元 他都是光喜欢小区 刚才两万都卖了两楼了 两个楼的都已经卖了 一元小区啊 那一元小区我刚才去了 一打电话一问他们就三万四万四万五万 你是说的顶楼吗 四楼五楼啊 五楼也两万 我们看我们家卖的就楼上就是两万块钱卖的 多少瓶啊 太年卖的一样嘛都六十瓶 六十瓶啊 嗯 两万 那他现在是涨价了是啥的啊 不涨价 想想价啊 反正有的人着急他就买便宜的 不着急那贵的 这个小区没有那个一元小区便宜啊 都一样 他这位也有一个嘛没办法呢 希望小区 鬼哥不抄了啊 电话太多了 抄不过来了一手机全是 走吧 咱们直接回车上打电话 喂 你好 咱家那个曙光的希望小区有房卖啊 啊 咱家这是几楼来的 几楼来的 有 四楼多平 五十平 五十平 那你要卖的话这咋成卖多少钱呢 我打算卖三万 三万块钱呢 屋里啥都有啊 能拎包就能住啊 啊 好嘞 我得把这个电话存上 这挺好 喂 喂 您好 咱家那个曙光希望小区里边有个房子卖啊 啊 四楼 七十三平 啊 我们进去你得收拾一下 得收拾一下 七十三平 嗯 咋卖的 行就看看呗 要看看的 啊 首先看你多钱呢 行我就看看 你就是太贵了 我就看不了 三万块钱不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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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完了我看看我杀叔给你打电话啊 啊 好的 好的 这行啊 这行啊 七十三平 四百一一平 谁要给谁 哎 咱家那个曙光希望小区里边有个房子卖啊 嗯 几楼 你看是几楼 我忘了 我看后就饿了 啊 你看你看这多钱吗 是吧 你是中介啊 我不是中介啊 我两个房子啊 你两个房子啊 一个一楼一个四楼 一个一楼一个四楼 一楼就七十四 啊 这个一楼多少钱呢 七十四平 一楼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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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楼五十九 啊 多钱 两万三 行 大哥那我就把你这个电话记住了 啊 五十八平两万三是不是啊 五十八楼 对 啊 行 嗯 好 大哥 好 看看啊 五十八瓶 两万三盒 多钱 三百九 一瓶 谁想中哪个了 然后鬼哥把电话给他啊 但是只是鬼哥存电话的这些 刚才打了这些电话 小区环境你们也看了 啊 你们觉得咋样呢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了 下期再见